南投乐活妇女关怀协会 为了帮助妇女朋友成长 日前在普里镇琵琶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爱创造 手工向造制作的课程 琵琶理长潘铁国 感谢林芳宇议员 以及乐活妇女关怀协会 能够在社区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社区的居民有机会得到成长 也希望往后大家也能够多利用这个空间 办理一些成长的课程 帮助社区居民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来我们这里救我们的场地 来办这个活动 非常感谢林芳宇议员 跟我们到三天到协作 使我们社区越来越老热 越来越看头 我也非常 非常希望说 我们求素尽量能够提供 让较多的 百里的来这些产物 让我们这个 一位社区 可以较老热 感谢谢谢林芳宇议员 林芳宇表示 透过老师的介绍 让大家对于一些职务能够更认识 进而能够利用职务 来制作不同功效的香造 也是一个不错的课程 未来有机会 他也会持续来支持这样的课程办理 让社区居民都能够受惠 透过这一个课程 可以让我们这些学员 可以让我们这些姐妹 了解我们的职务的这些功用 因为有些东西 已经离我们比较远了 透过老师的教学 除了认识职务 认识职务的功效之外 也可以借由这些职务 去做我们实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个课程相当的好 也支持这个课程 也希望说 这个课程 对于我们有益处的这些课程 能够让这些民众 更加的来受益 副议长拍拳肯定热火妇女关怀协会的用心 也鼓励各社区 也能够多开办一些实用的课程 让社区居民都有机会来学习成长 记者陈伟一普理采访报道